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我们曾经报道过1945年之后,中国学界在来台和留在中国之间的抉择, 以及这迁台过程的曲折,充满故事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各个悬门的学者来到台湾卡位, 也对原先台湾的学术环境造成新的冲击, 与原有的人才发生相容或造成排挤。 从中原院到台湾大学,几乎都是操着中国各省相应的学者, 甚至连行政长官公署陈怡,也会安排手下官员来兼差教职。 好一段时间,台湾学界呈现动荡的状态。 这集台湾演绎,要带您回顾1945年之后的台湾学界。 20世纪初期,台湾在日本土之下, 许多年轻人负极东营获欧美求学。 1922年,京都帝国大学培育出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 接着留学美国格伦比亚大学的李茂生, 也成为台湾首位哲学博士。 来自台中,同时的叶清澳荣获明治大学法学博士, 是台湾第一位律师。 像杜聪明,像李茂生,像潘冠啊, 他们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人才。 杜聪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返台, 担任了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的教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台籍的精英呢, 就是这个攀冠。 攀冠呢,他是在日治时期呢, 相当少数呢,学化学的。 他是台北帝国大学理工学部化学科毕业, 战后呢,他也是第一位得到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湾人。 所以也是非常优秀的台湾的人才。 台湾人才极迹,一科是青年学子的第一志愿, 法科排序第二。 为了镇治台湾的高等教育, 1926年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 1931年台南高等工业学校, 1942年台中高等农龄学校, 各自设计不同学术领域的教育机构。 日本在台湾到1928才设立帝国大学。 帝国大学基本上它也是等于为了 它的殖民南境为目标, 所以它也是都比较偏向这种农林、科学、工学方面的这一类。 那台南设这个工学校, 工业学校后来变成工学院, 也是一样, 它其实事实上它配合高雄为止, 工业化跟南境, 这也是比较强调这种技术实际用, 它事实上有奠定的蛮好的一些基础, 就是它为了要教学, 它要充实这些士兵。 其实基本上都有它在日本时代这一种教育跟它殖民地教育的那种考验。 日本早期在台湾是发展农业, 比如说它制裁业上面就做了很大的发展, 那另外当然有一些需要的工况业。 所以在台湾它大概最早它会把这一个, 就是说特别重视农业方面的研究。 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所谓的理工科这个部分来观察的话, 当然台湾的知识社群里面最强的其实是医学, 没有问题。 第二个大概往下的话大概是农学, 那农学在往下大概可能是工科。 商医工农的学术领域在台湾逐渐奠基, 台北帝国大学里的土俗人种学教士专研考古研究, 陆续发现台北直山岩石器, 圆山被种, 墾丁遗址等史前时代人类遗址, 成果斐然。 另外热带医学包括穴疾、舌肚、寄生虫等流行病的病理研究及疫苗研发, 皆交出傲人前击。 至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在杜聪明教授领军下, 培养了40多位台湾医学博士。 日本人他为台湾医学教育真的奠定了这个基础, 从最开始一直到接收的时候, 还包括没有读完的大概1600个医生。 台湾医生战争结束的时候, 我们医生的比例在当时的我们的比达2000左右就有一个医生。 那这个中国大学医学有3万, 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 我们2000多个就有一个医生。 那我们比这个上海还要进入, 上海大约是5000个人有一个医生。 那我们大约是2400多个医生。 所以台湾医学的西医的这么进步, 可以说是日本他打下的基础。 总计日本统治台湾50年, 至少20万人留学东营, 其中高达6万人拿到高等教育文凭。 前往日本留学, 是从日制出起来就开始。 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 成这个加速成长的趋势。 1920年代前期是数千人, 可是到了1930年代前后, 已经上万了。 上万了。 那么根据当时的相关资料显示, 就是台湾在日制时代, 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累计, 那是至少超过20万人。 那这里头, 高等教育出身者, 至少超过6万人。 1945年二战结束, 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日本留下的教育机构, 同时进行学校的改制与更名。 台北帝国大学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并入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台中高等农尼学校后来改制为中兴大学, 台南工学院亦名为成功大学, 其中台北地带的建筑物在战争期间遭到轰炸, 损失惨重。 最后一任总长安藤一雄, 仍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移交作业, 包括观印85科, 清册65本, 图书馆长近50万册, 以及所有的研究仪器设备, 移交过程相当顺利。 但是接收后成立的台湾大学第一任校长人选, 原本呼声最高的是医学部教授杜聪明。 国民政府却略过杜聪明, 改从上海派来中央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罗宗洛, 接任台大第一任代理校长。 改制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罗宗洛, 他来到台湾之后, 大学当局就公布要留用日籍师职。 那罗宗洛这样子的一个作文, 让当时候的校内外的人士, 其实是提出非常大的质疑跟不满的。 那他们认为说, 台湾的最高学府的老师, 怎么都是日本人? 难道台湾没有人才吗? 其他国家没有人才吗? 为什么都还是要用日本人这样子呢? 那当时候罗宗洛的理由就说, 这个学术无国界。 那他这样子的标准呢, 其实就跟当时候的行政长官陈宇有所抵触。 接收团队由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罗宗洛领军。 陈源以知日系学者, 也就是曾经读学日本的教授为主。 包括教务长陈建功, 是中国第一位日本理学博士。 接收理能学部的苏顾清, 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接掌工学部的陆志宏, 东京帝大, 马亭英, 东北帝大毕业。 由于中国的接收团队独确医学院 以及文学院的负责人, 于是增聘台湾籍的杜聪明、林茂生 加入接收行列。 当时候, 聘聘到台湾大学担任教授的 这些中国学者, 他们也以所谓的知日系的学者居多。 那什么叫做知日系的学者呢? 就是他本身是流日的, 他会说日文, 然后呢, 对于日本的文化啦, 对于日本的制度呢, 他们也有相当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 1945年, 接收之后,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呢, 台湾的学术脉流呢, 并没有出现中断, 而是出现延续的状态。 台湾学术脉流的延续, 只维持短暂的光景。 代理校长罗宗洛在全校第一次集会时, 明白解释。 台大因中国化, 尤其文法学院与思想有密切关系, 因招聘中国优秀学者讲学。 然而中国学者考量交通不便, 来台意愿普遍不高, 加上日籍教授被迫陆续遣返日本, 导致台大校园开始出现严重的失资荒。 中国大陆当时其实对台湾, 其实还是觉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 然后1945之后, 他们有一些人不见得要来, 可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战后, 当然自然而然就要请这些日本人离开,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战争结束, 这个他们很多人也知道台湾就不是他们的, 所以有些就结束或者就离开了。 学生返回校园, 发现失资缺乏, 课程简陋, 平均一天顶多上一两堂课, 尤其认为学科在中国化政策下, 必须由中国学者授课, 迫使1945年12月, 委学院甚至暂缓招生。 代理校长罗宗若为了维持教学正常运作, 决定留用部分日籍教授, 却遭到行政长官陈宜的反对, 由于陈宜企图安插自己人马进入台大, 导致罗宗若索性返回上海, 接掌中研院主所所长的职务, 不愿再返回台湾。 陈宜他对台湾大学的一些相关的人士, 他很想介入, 但是罗宗若基本上就是不愿意接受行政长官公署的一些要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形成了行政长官公署不发经费, 实际台湾大学就不能运作, 所以为这个原因罗宗若特别到回到重庆, 就是去找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华去商量这个事情, 后来罗宗若大概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十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 但是后面见的人也都因为内部, 就是台大这个时候自己本身内部有一些很多的纷争, 这些纷争就包括像究竟要不要留用日本人所引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的纷争, 还有一些学校里面有一些派系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变得说是变动非常的频繁。 1946年9月台大开学时, 校长罗宗若教务长陈建公夺已返回中国, 等待上课的学生这才发现, 校园里既没有校长, 更欠缺老师。 二战后初期, 在台的日记学者陆续回去日本, 但中国学者来到台湾的人数一时之间又不够, 所以台湾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失资荒。 在这个时候呢, 一批留日的台湾精英本来想要返向贡献所学, 却也发现他们遭到排挤, 不论是公家机构或者是学术单位宁愿聘用中国籍的教师, 于是这一群台湾精英决定自己办大学, 严平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 但才开设一个学期就因为运上二二八事件, 被认为省级色彩太重, 缺乏祖国意识被迫关闭。 至于台湾大学, 行政长官公署陈怡陆续安插自己的人马进入校园, 影响台大的氛围。 战后初期, 台湾的学术界风雨飘摇。 1946年9月台湾大学探学, 校园却出现十字荒, 尤其被列为跟思想有关的法政学科, 最为严重。 原本政学科的这些台湾人的法学教师呢, 全部被遣返回日本, 一个都不留。 那台大校团本与中国化的政策呢, 他是要从中国内地来聘请法学教授来教书的, 但是一开始根本没有一个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学生准备要念书了。 那这个学生没有老师, 所以这些学生就, 我觉得也蛮天才的, 就帮学校找老师。 法律系没有老师, 却有三十多位学生等着上课, 其中包括从日本回到台湾的学生, 同名你。 大家通力合作, 替校方招来三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杰出校友, 包括担任律师的戴炎辉, 在日本当法官的蔡章岭, 洪迅馨。 许多留学日本的台籍精英, 战后都迫不及待返乡贡献数学, 但回到台湾才发现, 接收的国民政府并不接纳他们。 一流知识分子, 勇志男生, 于是下定决心, 自己的学。 回到台湾之后, 他们面对了这个统治当局, 事实上对受日本教育的台湾精英不放心, 那他们回来之后, 事实上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有所发挥, 掌握公属里面, 任职的台湾人, 任公职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 那有一些, 比如说朱焦阳, 他是当时在日本公职身份, 就是他的公务员的职等是最高的台湾人, 那到回来台湾之后, 事实上他也找不到一个, 就是没有被任用的机会, 那像这样的例子当时难过, 所以后来他们就认为说, 那何不我们就, 我们自己来培育自己, 培育台湾人, 所以他最后我们就打算说, 那我们来设立一个学校, 一个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朱焦阳, 集结台湾精英, 1946年9月, 第一所台湾人创办的大学, 严平学院正式招生, 师资阵容强大, 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本第一学府, 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那市立严平学院呢, 除了他的这个校长朱焦阳之外, 那还有几位专任的教师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兼任的老师呢, 几乎都是台湾人的精英, 那也都是留学, 比如说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帝国大学, 比如说李登辉, 比如说林茂生, 杜聪明, 魏火药, 洪顺兴, 曹清远这一些人,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知识分子在战后呢, 还是有他的这个表现的空间, 而且是受到肯定的。 除了提供大学课程之外, 由于国民政府采行的是六年中学学制, 与原先日本设计的五年学制, 有一年落差, 造成许多原先受日本教育的青年学制, 无法升大学。 严平学院特地设计补习科, 衔接学制。 社会反应热烈, 也因此让严平学院的招生名额, 从四百位扩充到一千一百名, 包括人数甚至高于台湾大学。 严平学院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提供给大多数, 希望进修的台湾人, 有更多的机会来上大学, 所以他们当时是选择在晚上上课, 那在1946年的十月开学, 因为世界开南生工学校晚上开学, 所以当时是点着烛火, 那那个校长朱照扬的致辞其实也很感人, 他们希望说, 因为当时台湾社会已经出现种种的问题, 他们希望严平学院可以作为暗夜里的盈光, 扮演这样子的社会功能。 暗夜里的盈光, 召来国民政府的疑虑, 由于严平学院的失资, 清一色是海底精英, 省级色彩引起情志机关的密切监视。 那学校有个特务机关, 早早就盯上, 特务机关的报告里面, 基本上认为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东京地大的毕业生, 所以他说是叫地大法, 那学生以台湾员为主,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鼓励台湾意识的学校, 那对这个学校的定位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原点在, 所以他事实上早就被盯上, 这样后台湾人在学校里上课, 因为他是日志, 他学习日语, 年轻一辈是学习日语,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国语上课, 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 他要不会讲台语, 要不他可能就是要用日语上课, 那这个从特务机关的眼光里来看, 就是认为说这些人, 就是缺乏主国意识。 学校才运作一个学期, 离947年爆发228事件, 学校虽然正值寒假, 但军队开进校园, 以学校藏有武器为由, 下令停办。 警备总部对学校要把学校封闭, 那他要把学校封闭的理由, 说在学校里面查到军火, 武器手榴弹之类的, 那这个显然是栽账, 学校这边说,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说, 阎平学院的成立, 原本就会是官方所乐见, 那趁着228事件的发生, 然后呢, 以这上面说的这些理由, 然后把它封闭。 28事件迫使开办半年的阎平学院关闭, 同时也迫使全台的日籍教师加速迁返。 228事件对于当时候台湾的学术界的冲击, 其实主要是在留用日籍教授的提前返。 就是因为在228事件当中, 很多人他在进行抗争的时候, 比如说他穿着日本的军服, 然后呢, 唱着日本的军歌, 然后甚至用日文的标语, 因为其实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时间还很短嘛, 那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呢, 让行政展望公署认为说, 这么短的时间呢, 台湾人就起来进行抗争呢, 显然他认为说, 有这个留用的日本人呢, 在其中进行煽动, 行政展望公署就决定, 要提前的遣返这一些日籍的留用日籍的人员, 也包括各个大学所留用的日籍的教员。 除了日籍教师提前侵犯, 台湾治安混乱, 通过膨胀严重, 也让中国学者却步, 十方问题雪上加霜。 这个当中其实我没有知道, 结果发生了228事件, 这个对那个本来台湾本土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分子, 当然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 甚至有人直接就死掉不见了, 像先年茂盛就死掉了, 然后那些几乎这些同侪者就都受到那样的一种氛围, 根本就如惊弓之鸟, 其实包括连杜聪明也是身陷险健, 你说像那个吴宏齐,那法学也很好, 对不对,228就死了, 那台湾人在那时间, 你不敢任何声音, 那中国大陆当时也不见了很多人来到这里, 所以在那几年之间, 其实台湾的高等教育, 其实是面临一个真的是比较有点清晃不绝的状况。 台大文学院代理院长林茂生,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吴宏齐等与思想有关的法政精英, 遭到杀害, 影响台湾籍学字不愿再碰触法政, 改功理科。 但是, 每个星期五天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精英在那过程中是, 当然法政的位数颇多了, 新闻界也颇多了, 对大人来说更鼓励子弟是不是应该往一科二科去发展, 这样对人文学科法政学科本来就比较薄弱, 这就更弱, 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 你可以在這個228事件中間看到很多年法學的也是被殺掉 本來已經貧弱的社會科學跟文科 幾乎是在像228事件等於被吹折 所以使得台灣在理工科比較多 可是在政治社會學或者是說社會科學方面的 雖然比較少但是也經過了因為它不是當權者所喜歡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會摧毀了台灣的這個 讓這個結構變成台灣是本土的是以這個醫科或者是農科 這個光科這些為主 而八事件之後學術界隆重著不安的氛圍 沈以的勢力也順利進入校園 接任的台大校長陸志宏配合前面要求 讓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進入台大兼任教職 導致師師室宿職良憂不齊 校園內竟是聽觸首長 甚至出現代理的代理教授等奇特現象 那什麼叫做代理的代理教授 台大的這個聘了好幾位中國的學者來教中國的歷史 教中國的地理 但是這些老師來教了之後經常沒多久就缺課 缺課了之後又找另外一個中國的學者再繼續來教這個課 所以讓學生覺得說到底我的老師是哪一位 他們也搞不清楚 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 到這個或是台灣省政府的官員 到大學裡面去監課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大學裡面滿滿的都是聽處長 所以學生上課學不到什麼東西 反而覺得我們的老師是聽長是處長好有氣派 台大教學每況愈下 1948年6月接任的新校長莊長公 決定整頓嚴勢 但馬上又面臨學生反對 續招插班生的抗議事件 1948年下半年開始 國共戰爭的局勢出現了大逆轉 所以不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想要到台灣來 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希望來到台灣大學就學 所以台大在1948年10月就經過校務會議的同意 打算要辦一次轉學生的考試 可是學生自治聯合會認為說 我們這個學期才剛剛辦過招生考試 為什麼又突然在11月份又辦一次 而且這個轉學生聽說已經內定 所以學生覺得非常的不以為難 後來在轉學生的考試的當天 學生還到考場去阻止 就是參與轉學生考試的人來考試 所以引起很大的風波 莊長公無法應付一連串的人世風波 任職短短六個月決定辭職返回中國 台大校長從228事件以後到1949之間 這個台大發生了幾次的學潮 有兩個校長都被趕走了 最首先說要請沈先生出來 沈先生很客氣說台灣現在這個局面 這個只有一個人能夠來拜您 來這個能夠讓台灣的這個學術界能夠穩定 台大能穩定下來 所以他推薦說就是要找富斯年 1948年12月來自中國南京的中研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富斯年 接掌台大 他大到霍府進行一連串的改革 包括教學一律得用中文 戰後初期其實台灣大學的老師他們在授課的時候 主要還是用日文 就是因為老師跟學生都還是日本的這個系統 那之後雖然有少數的中國的學生 進入台灣大學來就讀 但是他們是跟台灣人的學生是分班就讀的 當時候台灣大學還特別幫老師開國語講習班 讓這些老師可以學國語 中國的制度來了以後 語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原來這邊的學生以這個讀日本書為主 那然後呢有外省學生考進來 他們上課的時候又聽德文又聽日文 還有台灣話到後來就是政府命令就不能再用日文 農基西的日籍教授高板之務為了教學 50歲開始學中文 這時期留下來的日籍學者屈指合術 像是指導學生成功概量蓬萊銘的農藝習教授姬永吉 以及植物病寵害專家松本偉 仍堅守崗位繼續教學工作 另一方面 校長富斯妮嚴率領來臺的食育所研究員 包括禮記毛子水董作斌 亦被研聘到台大院教 十字陣容龐大 四字版圖也出現明顯變化 隨著政權移轉 學術界也變成以中國學者 這個主要結果 1949年底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 許多的學者也跟著來到臺灣 原本繼承日本體系的高等教育 被迫移植中國的學術理論 中間產生了許多的衝擊和磨合 包括采用英美制度的國防醫學院 原本想要整併得日制度的台大醫學院 不過雙方因為制度不同 這病校的構想最後破局 倒是軍校來了不少機械通訊 電子等各領域的師資 相當程度填補了理工學院的教職 至於和思想有關的文史哲領域 始終由中國學者稱霸 只有理工醫學才有本省子弟出頭的空間 接下來臺灣演藝要帶您觀察 1949年之後 臺灣學術的變與不變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臺灣 跟隨國民島軍隊的 還有來自上海的國防醫學院 初期沒有校舍 於是接收臺灣大學的水源校地作為院區 當時來的國防院設備齊缺無敵 學生的素質其實也很複雜 因為有行務出身的 又有陸軍軍醫學校的 又有一些根本就是高中畢業 當作義務兵的也都進來了 所以今天很複雜 設備又不好 但它有一個很大的資產 就是老師 是資源而足夠 校區設備卻簡陋 學生得跟著用餐 或拿木箱當桌子 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 希望和台大醫學院合併 但台大醫學院採行的是日本體制 國防醫學院屬英媒體系 制度無法相容 杜聰明婉拒了喉笑 台灣大學 從帝國大學變成台灣大學之後 其實台灣大學的很多的系科 也慢慢的轉向中國的這種系科主任制 那可是我有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很難轉的 這個地方就是醫學院 日本學制改變為中國學制 牽連盛廣 就連擁有醫學博士擔任 台大外科主任的徐邦馨 都遭到福斯年校長質疑學歷 被迫辭去職務 徐邦馨教授被迫要交出 這個外科主任離開台大 大概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兩邊的制度 互相沒有諒解 沒有辦法理解情侠 卻又強迫必須著納成一個 單一制度的狀況下面 某些人就在這個議題 實際上就被犧牲掉了 制度上的衝突 卻不影響人員的交流 一路跟隨軍隊撤退的國防醫學院 外科馬醉特別強 台大醫學系的優勢則是病理學 因此雙方相互支援師資 中間有互補的地方 互補 因為他們也跟台大借 借掉教授去幫他們開課 比如說夜數 比如說這個病理方面 比如說這個方排室 森林 他們就借掉這兩位教授過去 那麼他們也有人來幫忙 比如說這個麻醉科 這個他們的外科 張仙明是很強的 軍防不只提供醫學方面的協助 軍校教師包括機械 通訊電子等各類人才 剛好彌附台南工學院理工師資的不足 空軍機械學校跟空軍通信電子學校 它裡面就有一批 就有一些老師 是屬於通信方面的 或者電子方面的 還有氣象方面的 原來在中國大陸那個時期 扮演主要角色的 這個氣象的這些人員 比如說中央研究員 氣象研究員 他們沒有過來 而相反的呢 空軍的這個氣象人員過來了 所以空軍氣象人員過來之後 他們就扮演起在台灣 就是培育新的一批氣象人員 而且有一些科系確實是非常特殊的 他們學習是蠻先進的東西 然後剛好到台灣來之後 這些學校裡面 他本身就缺這一方面人才 比如說通信和電子這些 他本身就缺這一幫 正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老師就可以補這個空缺 於是就反而成為 在台灣就這個學術領域的奠基者 理工學系因為軍方人才的加入 陣容齊全 至於法政學界 也來了一批重量級的中國學者 讓原本獅子荒嚴重的情況 得以書界 梅仲協在還沒來台灣之前 大概在中國就已經是重點的學者 林濟東呢 這個是行政法方面的 當然他後來也成為大法官 他也被台灣的行政法的發展很有影響 在1950年呢 也有一位曾經參與刑法等制定 後來擔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的趙稱 到台大來認交 那意義是什麼 意義就是說在民國中國有一批實務家 他們也兼法學者 這一批人也到了台灣 來到台灣的中國學者 林薩孟武劉弘劍 是京都帝國大學法學士 兩人先後擔任台大法學院院長 不過同樣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的台籍精英 就沒有如此幸運 像是京都帝大的黃眼淮 駐有國際法辦論 以及畢業於九州地大 在滿洲國長城法政大學 擔任法學教授的林鳳林 都無緣在台灣獲得教職 學術領域中勢力最龐大的 莫過於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許所所長傅思年 同時身兼台大校長 不少許所的研究員 跟著研聘到台大監客 中國學者掌控文史哲等科系 台灣的歷史史觀 也從此轉變為中國史觀 歷史學在台灣 當然而然當然三四十年 全部都是以中國史為主 1945甚至到1949我們來看的話 等於其實事實上是 等於台灣學術傳承的中斷 那變成就是全盤是以中國 文史哲學是為主流 就橫向移植到台灣 政治的霸權又結合了文化的霸權 就掌握了非常重要的 像中央研究機構的中研院 或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大學 當然像李濟或董作斌 或他們來也是還有 因為他們也還有一定的學問 其實也還有一定的學問 但是就是說 可是問題就是 因為他的這樣子 的圈圈變得很狹窄 所以李濟 董作斌他們後來都被視為 是非常重要的學法 他們幾乎是非常把握在 而且歷史研究所在中研院被視為 叫做天下第一大學 許所考古組主任李濟 成立台大考古人類學系 一方面繼續的從中國 帶來的陰虛考古研究 一方面與台籍教授 陳紹興共組山地調查團 雙方第一次攜手合作 進行太亞族發源地的田野調查 這群人裡面帶來的是 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 從事中國考古學 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考古組主任李濟 甲骨學甲骨文的專家董作品 安陽考古發掘的最重要具有 現場發掘經驗的石張如先生 高聚學先生 也就是說這些先生的來台灣 很清楚地把原來在中國 安陽以及農山養少做考古的經驗 敦煌做考古的經驗 一路帶到台灣 中國的學術經驗一路帶到台灣 但國民黨沒有忘記 國共內戰失利 學潮是主因之一 由於擔心學運在台灣重現 除了軍事學院之外 禁止其他院校復學 直到1954年 原本位於南京的國立政治大學 決定在台灣副校 政治大學副校 當然一個現在比較能夠解釋的一個原因 就是需要幹部 因為政大他原來他的前身就是所謂中央政治學校 其實就是培養行動幹部 那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國家需要建設 那建設就需要幹部 那麼當然另外有一個說法呢 就是說因為政大他的學生 是跟隨政府呢 跟隨政府一路上面轉進 所以在撤退的過程當中呢 跟中共的部隊呢 發生了這個 就是發生了這個戰爭 戰爭 那麼當時呢 傷亡非常的慘重 也甚至為了國家而犧牲的 所以在這樣情況之下 希望能夠副校 政大就成為第一所 在台灣副校的 這個大陸時期的學校 在台灣副校的學校 隨著爭局見趨穩定 許多中國大學也陸續在台灣副校 蘇多的教會大學 東武大學在外雙系副校 1955年北京清華大學 選擇新竹副校 1958年上海交通大學 同樣在新竹副校 接著全中國規模最大 學科最齊全的中央大學 也在中立副校 但學校簡直背後 充斥著國民黨勢力 在雷震的日記裡面 他就寫到徐副官跟他抱怨 他們政府就伸手要介入 東海的這一個校務 然後甚至於還被 還會被一些特務見識 所以就是說 他等於是幾乎全面性的 要去掌控整個台灣的 高等教育 那當然他就會直接去 影響跟前置 這是藉他的那種學術自由 當中國各大學在台灣副校之際 被國民黨關閉的第一所台灣人創辦的大學 嚴平學院也積極尋求副校的可能 然而當局卻直尊改制為中學 於是1959年 嚴平中學立案招生 五年代 擺設恐怖盛行 那學校的一些老師也開始被逮捕 甚至校長朱昭陽 教授朱華陽等等 那他們也被當時警隊總部抓去了 所以學校受害很深 所以就不用講要副校了 根本就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 那後來是夜校的方式 在上課 那老師跟學生都常常被抓 那不斷的申請 後來一直到1958年 才大學不准成立 專科學校也不准成立 那後來是用高中的方式成立 施力延頂高級中學 那原本他們所希望 能夠在高等教育 貢獻於台灣社會的那樣子的 熱烈的期待 其實是入宮 陸幕貢獻於台灣教育的 還包括極少數 留在台灣大學的日籍老師 1957年農藝系教授基永吉 以71歲高齡退休 當時的台灣省政府 為了出現他 他對培育台灣蓬萊米的貢獻 決定每年送他1200斤的蓬萊米 1965年 植物病寵害教授松本衛 14歲高齡退休 另外帶領台灣農業機械化 研發耕耘機、茶陽機的重要人物 貓板支舞教授 留用到83歲 教學超過50年 才退休返回日本 台灣學術 因為時代背景的演變 始終存在解構性的差異 文事者領域 以中國學者為主 理工則是本聖即化帥 即便到現在 我們都已經 談19506以來 就是過半世紀 其實人倫學們 掌握了整個 這個比較在研究上 外省級的比例 當然是偏高偏高 譬如說這樣在樹林類 或者是我們講的這種 所謂的深入科技類 就是台灣所謂的本省級的人是比較多 這個其實是有它的傳承關係 十字結構存在差異 學生選擇科系也因為語言與生活背景不同而有差別 台籍的主要是念地理 而中國來的主要是念歷史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90歲這一批人 他們一直到中學受的都是日本資料的人 他讀不懂文憲 他看不懂那些中文的古文 那你要他去做歷史研究很難 那所以他要做這些研究 他很困難的時候 那地理他可以自己調查 念地理的 本來就是本省 就是台籍的學生 會總成功 而且他可以讀日本留下來的一些地學的資料 可是如果要他去做歷史研究 他光那些中文的文學他都看不懂 70年代之後 台灣本地培養的知識分子 及台灣留學精英 將數學貢獻台灣 推動法制改革造就台灣民主化浪潮 這些學者 他回來台灣 他看到了 在台灣比較流行的 卻是戰情 那一種相對比較不重視人權的 因為那也符合當時威權統治 不過這些人的想法 會在課堂上慢慢地去發散 把更完整的 應該怎樣制定法律 有什麼樣的華麗的內涵 才能夠實踐自己的民主 帶回來台灣 當台灣不向民主化之際 學術版圖由中國學者 稱霸一夾子的局面 也在奴役之中 2004年中央研究院成立 台灣史研究所 同年政治大學 師範大學等校 也相繼成立台灣史研究所 台灣本土研究 漸層性虛 80年有我們面臨民主化問題 一大多數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更需要一個 等於本土的研究 因為你想要知道 台灣的問題所在 或者是裡面的問題 要怎麼樣去處理解決這個困境 甚至你的國家經濟的發展 要怎麼走 這些東西你不能再說 我去研究中國歷代政治 然後想要來解決台灣問題 要吃點肉的 要不要把整體拿去 所以很多的東西 你要回歸這個本土的社會 來研究 台灣學術 縱向繼承日誌教育的慢絡 又很像移植中國學者的經驗 彼此衝擊卻又相互學習 衝突與融合中 培育出台灣的精英 也累積出台灣獨特的學術傳承 學術領域浩瀚寬廣 是難以一一細節描述的 這集台灣演藝嘗試整理 1945年以後 中國學者遷徙來臺 對台灣原有學術環境的衝擊 資料太多 但時間有限 我們製作小組只能提剛氣零 而且遍訪各路的學者 也只能夠掠盡整理之力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介紹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得多? 得多? 我們聽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